哈囉 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树林 我來介紹這邊 這是他們小時候呢 應該講說對我跟爸爸的愛 因為就是一個他滿有感情的小孩 就是剛好他度假的時候 他把他寫成一個像日記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他在暑假的時候 有跟他的同學去參加了足球隊 然後我家的貓啊 然後他畫了 就是我 是我本人 像嗎 這就是我的衣帽間 我不得不說我真的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大衣孔 是我很喜歡就是很簡單的一件T恤 然後你配上一件很有型的大衣 瞬間你怎麼穿 你就是會變得很有個性 然後這是一個法國當地的藝術家 特地為Dior畫出來的一個手繪作品 重點來了 那個店員說只有一件 你知道嗎 這只有一件的時候呢 我整個就吃心瘋了 這是Garry送給我的外套 然後他剛好掌握到今年就是有一點小漆皮 運動秀 可以很帥氣的批他 要批不批的如果不是太冷的話 這個外套呢它是極短版的 然後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外套呢 是因為我喜歡它有一點反差的感覺 是當它搭一件one piece的連身洋裝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喔好酷喔 大家看得出來這件衣服有什麼特別的呢 它這邊是破掉的 還有你看它的袖子 是做不規則的 每次都有人拍照 我都小姐小姐你的腋下破掉了 後來我也習慣啦 因為你走到後面看起來就是 如果你我剛好可以跟人家講話 舉起來真的是蠻破的 但是我就是喜歡這種 破破帶有點個性的穿搭 真的很大 可是我本人我就是很喜歡 就是oversize的那種包包 尤其是越大我越愛 我平常又愛吃零食 各種東西隨便一撈就有了 我相信流行大包的趨勢 很快就要回來了 這是我在日本的古董店找到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有味道 它就是我自己稱它為拇指包啦 很像媽媽跟女兒 這還可以拆掉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它很有 很有氣質的感覺 這是我今年愛的禮物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一個超酷的東西喔 是不是長得一樣 是不是很像 它是也是一樣 是同樣品牌 可是這個它是昭和58年製造的 其實我覺得流行就是這樣子 就是像一個大圈圈一樣 一下子小一下子大一下子 就是一個變化就對了 你看 是很可愛 這個是Grace畫的貓頭鷹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個畫風 在他們小時候 我非常喜歡就是幫他們打扮 因為你知道小小孩 穿衣服就特別可愛 然後我又想要有一種特別感 所以我那時候幫 Joe跟Grace 就做了這種像這樣 Baby Joe跟BabyGrace 然後做了這種衣標 然後我甚至還會自己去打扮 然後打扮衣服 然後自己設計 讓大家看看 這個是生蠔殼 然後我家小朋友就會要求我留下來 我就會幫他們清洗乾淨啊 它就做成了一隻孔雀 這就做成了一隻孔雅 我一定要按給它 那麼詐靜 感谢观看